第一章 万年之后 砰 一道砰响声响起 额头传来一阵阵疼痛的感觉 沐云有些艰难地睁开双眼 这是哪里 沐云有些疑惑 入眼处是一间教室 只是沐云并不是坐在学生的位置上 而是站在最前方的讲台上 看住台下一个个约么十五六岁的学生 睁大住眼睛 看住怪物一般盯住自己 沐云摇了摇发昏的脑袋 我不是死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天运大陆 南云帝国 我没死 还穿越了 这家伙也叫沐云 这也 太巧了吧 不过 现在是什么年代 短暂的记忆融合 沐云一个人站在讲台上 身上穿住一件墨色长衫 自言自语的说住 只是 穿越到这个家伙的身上 似乎有点倒霉啊 这个沐云是个私生子 不受家族父亲代付人的待见 而且从小就是个修炼废物 也不讨父亲喜欢 于是乎 十年前便被从南云帝国的国都南云城 送到了偏僻的北云城的穆家分之内 只是 来到北云城 穆云更是混得不堪 在分家内也是被冠以废物的称号 没有一点地位 连下人都敢欺负他 还好这个少爷不能习武 偏偏喜欢看书 而分家也念及 他毕竟是穆家族长之子 无所事事也是有些丢人 便为他在北云城的北云学院内 谋得一个导师的身份 平日里给学生讲解一些炼丹 炼气的知识 也都是书本上的东西 照住念就行了 按道理来说 是很轻松 可是偏偏穆云天性木讷 从小受到欺凌 性格懦弱 讲课这种事对他来说也是异常煎熬 时间一久 整个班级的学生也都了解这个导师的性格 知道他的名头 渐渐也是不把他放在眼中 靠 没想到你这么倒霉 你放心 咱俩现在就是一个人 日后 再也不会有人对你不敬 整理思绪 沐云自信满满道 哎呦 沐导师 您在和谁说话 不会是学生一块粉笔 把您砸得有脑吃 变成脑瘫了吧 正当沐云融合记忆之时 一道哈哈大笑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最后 整个班的学生 都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安静 沐云脸色一寒 盯着那哈哈大笑的学生 突然喝倒 前世 身为万千大世界至高无上的先王 沐云很反感 在他考虑问题的时候 别人打断他 被沐云一吼 整个班级三四十名学生 突然安静下来 一个个张大了嘴 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的目导师 庞扶看住怪物一样 现在是什么年代 苦海天尊那老东西 还管着三千小世界吗 看住目瞪口呆的众多学生 沐云也不在意 随意道 只是沐云此话一出 那三四十名学生的嘴巴 幽倒住的鸭蛋形状 变成了直立的鹅蛋形状 看住白痴一般 盯着沐云 哈哈 突然间 一道肆无忌惮的笑声 再次响起 依旧是那的学生 一身白色舞伏 头发竖在脑后 约么十五六岁的年纪 长得也算是俊俏 只是那哈哈大笑的模样 却是让人不敢恭维 沐云 你笑什么 融合了被自己夺舍的沐云的记忆 沐云知道 这个学生 叫沐云 平日里最捣蛋的一个家伙 沐导师 外人一直说您 只是一个会读书 不能习武的废物 我看 他们完全说错了 沐云哈哈大笑着 说您是废物啊 简直是侮辱了废物这个词啊 您是看书看傻了吧 哈哈 苦海天尊 苦海天尊那都是万年前的传说了 存在不存在还不知道呢 宁老居然还问 还问他 哈哈 沐阳几乎是笑得直不起来腰 趴在桌子上 指着沐云 眼泪都笑了出来 万年前 沐云一愣 没想到 他居然重生到万年以后 第二章想整我 不过 万年时间 对于万千大世界那些牢古董来说 也只是眨眼之间 回去报仇 自己有的是时间 想到前世身为至高无上的先王 却被一乍小人谋害 沐云心中 一股怒气生疼 看到沐阳仍在那里哈哈大笑 沐云嘴角微翘 看来 这帮孩子 不给他们一点教训 还真以为自己 是曾经那个任人欺凌的沐云了 只是 不得不说 这个沐云 身体还真是弱得不像话 十九岁的沐云 连肉身一重脆体径都算不上 手无腹肌之力 也难怪这些学生在他的课堂上 如此胆大妄为了 沐导师 您还没有回答学生的问题呢 正当沐云盯着沐阳之时 准备好好教训这个家伙的时候 一道娇滴滴的女生 突然响起 一名女学员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甜甜一笑 盯着沐云 声音甜美到 沐导师 学生不明白 为什么炼制百灵丹的时候 要添加枯叶草呢 目光由沐阳身上 转到提问的女生身上 沐云感觉眼前一亮 眼神微微在那女生胸前弯了一下 沐云心中只有一个词 童颜俱秀 一身浅色上衣裙 丝毫无法遮掩 女生体型突出的动人 长长的马尾 直到腰梢 那隐隐一握的小蛮腰 伸住短裙下 露出桌面的一节眉腿 看上去如蒲玉一般亮丽 这小丫头 长大了 绝对是祸国殃民啊 只是 沐云却知道 这个叫妙仙宇的小丫头 实实在在是一个 坑死人不偿命的小妖精 沐云知道 这又是这些学生 想要为难她 合计处的一个阴谋 想让她出丑 炼丹 沐云笑了 想整我 没门 身为堂堂万千大世界的 至高先王 炼丹 炼气 对沐云来说 实在是手到擒来 而且 这里只是三千小世界下的 天运大陆而已 只是 听到妙仙宇提问的问题 班上许多同学 也都笑了 笑得很阴森 这个问题 看似简单 可是 却是有着深一层的解释 他们相信 以沐云的知识储备 能答出来 才怪 几十个学生 都在等着他们这个导师 再次出洋相 他们早已经是习惯 看中沐云 答不出问题时的囧态 百灵丹 是一品丹药 对于踏入肉身 二重断骨径的舞者 可以提高他们的骨质 从而再踏入到肉身 三重一经境界之时 使筋脉的韧性 更加圆满 沐云侃侃而谈到 百灵丹 由枯叶草 百灵花 以及桂木 跟三味草药 结合在一起炼制 百灵花 小美女 我说的对不对啊 沐云潇洒一笑 略带挑衅地盯着妙仙宇 听到平日里 木论的木导师 侃侃而论的样子 一杆学胜 瞠目结舌 向来说几句话 就会脸红的木导师 今天怎么突然转了性子 但要 不是谁都能够炼制的 妙仙宇背景不同 从小便是展现出炼丹天赋 大家都想从他眼神中看出 这个木导师 是不是在胡说 算你答对了 妙仙宇气呼呼地撅住嘴 但是 平日里木论呆滞的木导师 木大呆瓜 今天居然能够答出这个问题 实在是让人有些难以理解 这个问题 看似简单 可是 枯叶草能够促进百灵花灵性 与桂木根完美结合这一点 就算是一些二星恋丹师 也不知道 他也是听爷爷教导 才知道的 懵的 妙仙宇安慰自己 这家伙 一定是懵的 对了 突然 妙仙宇脸色一喜 庞扶想到什么一般 坏笑着看住木云 爷爷当日说 有个炼丹问题 一直很困扰他 以木云那一点尿性 肯定是答不上来的 这个问题 绝对能够让木云当堂出丑 木导师 有一个问题 苦恼学生很久了 妙仙宇说着 走上讲台 木导师可曾听说过举灵丹 举灵丹 此话一出 整个课堂上都是安静了起来 第三章 巨灵丹 巨灵丹 他们所有人都知道 巨灵丹是三品丹药 在整个北云城 能够炼制出这没丹药的炼丹师 不超过一手之术 北云城 乃是南云帝国一座偏渔之城 最高等级的炼丹师 也只不过是三星炼丹师 巨灵丹 墨云愣了愣 巨灵丹是脆体镜 七重宁圆镜到八重巨丹镜 最好的提升丹药 只是前世 他记得这是炼丹师 入门最基础的试手丹药 看到木云惊呆了的赤傻样子 妙仙宇得意地笑了笑 巨灵丹是三品丹药 连爷爷炼制起来都比较麻烦 木云肯定是一无所知 而且最近 爷爷炼制巨灵丹时 感觉成品率太低 想要改进 可是一直苦于没有法子 今日 就拿这个问题 让木云彻底下步来台 木导师 巨灵丹乃是三品丹药 主要是百味灵芝 铁珊湖 穷根草 还有三阶低级妖兽 破风青狼的妖丹 再加上一些辅助性的药草 才能炼制成功 木导师 前三位药材 都是炼制巨灵丹 不可或缺的材料 可是为什么 非要加破风青狼的妖丹 妙仙宇扑闪住大眼睛 一脸稚嫩地询问道 呸 然而 妙仙宇话语刚落下 木云突然呸了一声 骂道 哪个混蛋这么娇的 巨灵丹 是为了舞者踏入 脆体八重巨丹境 凝聚圆丹所用 凝聚圆丹 最重要的是什么 稳定 圆丹不稳 以后境界难有提升 木云恼怒到 破风青狼的妖丹 虽然能够将三种主要的药材中和 可是 也将三种主要药材的灵性 折磨得差不多完完了 成功率低的可怕 哪个蠢货发明的法子 木云突然觉得 万年时间过去 炼丹技术没有提升 反倒是落后了 听到木云大喝 整个课堂 一片寂静 混蛋 蠢货 巨灵丹 可谓是整个天运大陆 工人的丹药 这炼丹的法子 也是工人的丹方 而且 最重要的是 这可是天运大陆 千年前的一代 药圣药骨子开创的丹方 为后人所赞赏 所崇高 木云居然张嘴就骂 到底谁是蠢货 木云还真以为 自己能够和千年前的 一代药圣相比了 只是 听到此话 妙仙宇却是愣了 他爷爷 也是这么说的 其他人对丹药 不是太精通 可是 他对丹药 却是很熟练 而且 小小年纪 他已经是一名 真正的一心炼丹师 在整个北云城 被称为炼丹小天才 妙仙宇没想到 木云居然看破这一点了 上一个问题是懵的 那这一个问题 难道也是懵的 那一幕导师所言 应该怎么办呢 妙仙宇这一句 木导师喊的 却是多了一丝 求解的味道 语气一变 其他同学 顿时感觉到怪异了 看妙仙宇的态度 木云 好像不是在胡扯啊 怎么办 以破风清狼的妖丹 来炼制聚灵丹 自然是浪费了 其他三种主要的灵性 而且 也会增加 炼丹的失败率 木云自顾自道 最好 是用风狼的妖丹 哈哈 听到木云的高见 整个教室 再次传来一阵 哈哈大笑的声音 风狼 木导师 你不是在逗我们吧 哈哈 木云忍不住 捂住肚子 笑得弯下腰去 我们虽然不太懂炼丹 可是 也上过不少炼丹课 风狼仅仅是一阶妖兽 而且还是最低级的 他的腰丹 杂质颇多 用来炼制三品丹药 举灵丹 你逗我完了吧 第四章 课堂解答 看到木云那一章 几乎是白痴一般的笑脸 木云实在是无语到极点 和这些小家伙们解释 真是太难了 而另一边 妙仙语也是苦笑摇头 原本 他以为木云会说出什么好法子 没想到 风狼的妖丹 一阶妖兽 风狼的妖丹 本质并不纯 而且 本身并没有什么灵性 炼制三品丹药 聚灵丹 根本不能综合 百味灵芝三种丹药的药性的 看来 自己这几天 还真是被爷爷掏扰的烦了 疾病乱投医 居然想从木云 这个名声赫赫的 废物导师身上 得到答案 实在是有些可笑 哦 那一这位导师所言 只靠风狼的妖丹 就能够弥补 破风青狼 所不能做到的 来提高聚灵丹的药力 和成功率 当然不是 几乎是下意识的 木云开口回应道 只是说完这句话 教室的门被打开 两道身影 从教室外面 走了进来 为首一人 一身灰袍 头发花白 留着一抹胡须 看起来七八十岁的模样 可却是精神抖擞 而在那人身后 一位中年男子 微微恭住身 一脸谦卑的模样 看住身前的老者 大气也不敢喘 院长 看到那身后 显得有些紧张的中年男子 木云愣了愣 没想到院长今天 居然会来视察课堂 而且 眼前这个老家伙是谁 不过 能够让北云学院的院长 紧张起来的人 以木云的记忆 似乎整个北云城 也不可能出现 哦 那该如何 听到木云斩钉截铁的回答 灰袍老者来了兴趣 笑呵呵道 众所周知 蜂狼只是一阶妖兽 等级太低 妖丹不纯 用来炼制丹药的话 杂质太多 而且 以蜂狼妖丹的等级 似乎也不可能 中和百味灵芝 铁珊瑚 穷根草三味药材的药性 是不能 可是 再加上一味药材 就能 什么药材 紫玉果 紫玉果 听到木云的回答 整个教室的学生 又是一愣 他们愣 倒不是因为紫玉果珍贵 而是这紫玉果 实在是太普通 太普通了 简直比蜂狼的妖丹 还不值钱 因为几乎整个南云帝国 山脉之中 随处可见 可以说 紫玉果就是烂大街的东西 甚至集市里 都没人卖 因为根本不值得买卖 随手可见的东西 谁会在意 紫玉果 只是 听到木云的话 那灰袍老者 却是皱了皱眉 沉默了下来 紫玉果 虽无灵性 确实是有一种功效 能够聚散凝鼓 风狼腰单 灵性低 能够聚集起来 也确实是可以提高 风狼腰单的灵性 代替破风清狼的腰单 倒是可以 只是 不止这一点 木云看住 灰袍老者思考的表情 再度到紫玉果 还有一种功效 可以凝血 不但能凝血 还能够在凝血的同时 提升自己的效果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 紫玉果 能够同时吸收百味灵芝 三种药材的灵性 化为己用 然后再循环出来 反馈给三种药材 随着木云 一句接一句地说住 灰袍老者的眼神 渐渐亮了起来 没错 紫玉果确实是有这个功效 可是 谁也不会想到 会用风狼这种低等级灵兽的腰单 来代替破风清狼的腰单 那也就更不会想到 这样的替换 就可以使用紫玉果 来弥补风狼灵性不足的问题 实在是因为 风狼腰单和紫玉果 实在是太普通 普通到所有人都不敢想 用这两个药引子 来炼制三品丹药 而且紫玉果还能够作为中转战 乘上起下 这一点更是不会有人想到 高 仔细想想木云所说的话 莫问突然感觉 这个想法很新奇 很敢想 而且 还真的似乎有很大可能性实现 即便是当年的一代药圣 也没想到这个法子 这个年轻人 思想很是奇特 老朽莫问 敢问小兄弟明慧 想到这一点 莫问整了整衣巾 恭敬道 木云 木云随意应道 只是 莫问这一句简单的自我介绍 木云没放在心上 却是让身后的陆啸天 惊出一身冷汗 而班级内三四十名学生 更是目瞪口呆 不断揉着眼睛 伸着头 紧盯着眼前的老者 第五章 莫问大师 莫问是谁 整个南云帝国 无人不知其名 南云学院 乃是南云帝国 最具有权威的一家学院 在整个南云帝国 首屈一指 北云学院的地位 和南云学院相比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而莫问 正是南云学院的副院长 六星炼丹师 在整个南云帝国 声名赫赫 就连帝国皇室 也是对其恭恭敬敬 一直奉为上兵 洛孝天 这个北云学院院长 和莫问的副院长 比起来 实在是威莫之烧 根本没有科比性 关于莫问 也是有很多传奇 南云帝国十一年间 政局不稳 周围两大帝国入侵 那个时候 正是莫问 发明虎云丹 使战士伤势 能够快速恢复 提高了帝国战士的战斗力 击退了两大帝国入侵 南云帝国一百七十年间 帝国内发生病疫 连武者都无法免疫 使国家实力大幅缩水 也是莫问 发明了清新丹 驱除瘟疫 可以说 莫问的名声 在整个南云帝国 无人不知 许多人提起莫问大明 便是一脸恭敬的神态 现如今 整个南云帝国 能够让莫问看中的人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谁都没想到 因为沐云几句话 莫问居然如此放低姿态 询问沐云的姓名 要不是院长陆孝天 对老者的态度谦卑 三四十名学生甚至怀疑 这真的是莫问大师吗 而且 陆孝天可是知道 莫问大师为人低调 包括这一次来北云学院视察 也是悄悄的 居然会对沐云 爆出自己的姓名 陆孝天目光狐疑地 打量住沐云 关于沐云 本来他是根本不想要的 奈何沐家分支在北云城 本身便是身份显赫 而且沐家执系 在南云帝国 也是根深蒂固 所以这才让沐云 留在了北云学院 只是 沐云的表现 实在是太差 本身不是武者 照着教科书都念不好 简直是笨到没朋友 不过 今天这个傻子 好像看起来 和平日理不一样啊 陆孝天并不是炼丹师 对这巨灵丹并不了解 可是 莫问却是十分明了 莫云说的办法 理论上可行 实际炼制起来 或许有成功的可能 若是真的成功了 那以风狼腰丹 和紫玉果两种 随处可见的药材 来炼制巨灵丹 这种三品丹药 简直是可以批量炼丹了 试想想 巨灵丹成本如此低 大量炼制出来 足够使得整个南云帝国 武者实力提升一大截 这样一来 南云帝国的综合国力提升 面对周围虎视丹丹的 帝国入侵 必定不会像陷入金丹车肘 这一点 却不是陆孝天能够想到的了 老朽还有一个问题 想要讨教 莫问拱了拱手 道 画鞘丹 可以帮助翠体九重通灵镜 武者宁炼学鞘 踏入翠体十重聚鞘镜 可使用白柔丝草炼制的画鞘丹 终究是力量弱了一些 对于跨入到聚窍境的武者来说 再进一步 却是留下暗伤 那就用杨林血脂来平衡 记住 不需要一整颗血脂 只需要取集少量的血脂即可 一钱 足矣 杨林血脂 听到沐云此话 莫问只感觉如醍醐灌顶一般 对啊 杨林血脂天生充满阳刚血气 加强白柔丝草的韧性 再适合不过 虽然杨林血脂比较珍贵 可是炼制一炉丹药 只加入一钱的分量 足够了 妙 妙啊 莫问忍不住赞叹起来 丝毫不在意周围陆啸天 和整个班级学生炙热的目光 一口气 莫问提出自己平日里好几个疑惑 沐云依旧解答如流 两人似乎全然忘记了周围 还有一大帮学生 云里雾里地听住他们的讨论 第六章匪夷所思 随着提问 莫问发现 沐云的炼丹知识 简直是远远超过他的见识 虽然有几个问题 沐云会提出一些 连他都不知道的灵药灵草 可是 办法行不通的时候 沐云居然还能够再想出一个法子 对于炼丹师来说 什么最重要 毫无疑问 是丹方 往往来说 一种丹药的丹方 对于炼丹师来说 如同身家性命一般珍贵 可是沐云庞扶就是一本活丹典 一种丹药 他居然可以讲出几种炼丹的方子来 匪夷所思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这个沐云 到底是什么身份 南云帝国居然有如此天赋异禀的天才 却尾身在小小的北云学院内做导师 实在是屈才 屈才啊 但是 对于沐云来说 这个莫问 名字起得好 可是问题也太多了 而且 实在是 太笨了些 若是陆孝天和三四十名学生 知道沐云此刻心中的想法 恐怕会一口老血喷出来 那可是莫大师啊 莫小兄弟 老朽 莫问兄 那个 呃 不好意思啊 该下课了 我要回家了 看到莫问居然是提问个没完完 沐云早就没了耐心 若不是顾级院长和班级内学生 沐云早就下主科令了 只是 待在一边的陆孝天听到沐云的话 差点要都从裤裆里流出来 下课 回家 我的天 这个傻貌 知不知道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 是一位炼丹大师 跺一跺脚 整个南云帝国 抖三抖的人物 莫大师能够不耻下问 已经是难得 这小子还不耐烦了 这一点 沐云还真是不知道 要怪 只能怪曾经的沐云 实在是太木讷了 老朽唐突了 唐突了 听到此话 莫问老脸一红 犹豫到 老朽与木导师一见如故 不知道能不能到府上一去 什么 听到莫问的话 沐云翻了翻白眼 这老东西还不满意 居然还想到家里做作 这简直是吃饱喝足 还要打包带走的节奏啊 只是 看到陆啸天一脸点头的急切模样 沐云无奈道 愿意来 你就来吧 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沐云大摇大摆地离开教室 莫问弯了弯腰 跟在沐云后面 一路小跑 急忙追了上去 那模样 简直就像是沐云身边的老管家一样 陆啸天脸色一苦 急忙离开教室 跟了上去 这小祖宗 今天不知道哪里开窍了 居然对连莫问大师都无法理解的问题 应对如流 可是虽然这样 这小混蛋若是不知天高地厚 得罪了莫大师 他这个院长 可就是做到头了 一时间 沐云在前 莫问跟在身旁 陆啸天跟在两人身后 留下一班级的学生 一个个像是实话了一样 那真的是在整个南云帝国 名声赫赫的莫问莫大师吗 那还是被他们称为白痴飞舞的木导师吗 这一刻 一些学生 已经是开始怀疑自己的世界观了 一路上 莫问对沐云更是问个不停 几乎想把这几十年来 所有疑问都抛出来 只是这一路 沐云却是感觉 耳边像是多了一只苍蝇 嗡嗡嗡叫了得不停 让他很是不爽 从学院回到家族 沐云也知道 曾经的他 在沐家也是不受待见 也不理会那些下人 朝着自己小院走去 沐云少爷 老爷和家族几位长老 在客厅等您呢 只是 正当沐云准备回到自己小院时 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第七章打的就是你 背后那道声音 沐云并不陌生 目前 也是北云城沐家 分支家族的管家 这老东西 当真师印了他的名字 目前 眼里只有钱 典型的势力眼 沐云知道 虽然他被分配到北云城旁支 可是每个月 也是有家族给的月宫 以宫日常开销 一开始 这目前就客扣他的月宫 到后来 钱粹就直接不给了 以前的沐云 生性木讷 身份低微 不敢言语 可今天的沐云 已经是换成了另外一个人 什么事 沐云冷住脸 不耐烦道 什么事 目前双手复后 挺住大肚子 一副俯视下人的姿态道 你个贱骨头 还问我什么事 组长和几位长老 给你物色了一门轻事 要你去见见 择个日子 把婚结了 这种小事 还让我亲自跑一趟 真是麻烦 沐云今年已经十九岁 确实是到了该成婚的年龄 可是家族给他安排轻事 却不得不让他怀疑 他可是知道 之前的沐云 在沐家分支是什么地位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走啊 废物东西 怎么 家族给你安排婚事 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看到沐云待在原地不动 目前忍不住 骂骂咧咧倒 这家伙 今天感觉怪怪的 以往每次让他做什么 只会点头去做 今天 倒是不太一样了 听到目前的和声 站在沐云身后的陆啸天 和莫问不禁皱了皱眉头 再怎么说 沐云也是一名少爷 被一个吓人 以止气使地骂来骂去 确实是有些不像话 只是沐云却是苦涩一笑 朝前踏了一步 目光打亮着目前 肉身一重脆体径 这样的货色 居然也敢对自己出言不逊 再次踏前一步 沐云搓了搓手掌 啪 突然 毫无预兆地 沐云一巴掌 呼在沐前脸上 一道清晰的巴掌 扇在脸上的声音响起 场面 瞬间寂静 沐云手起掌落 目前脸上 一道红通通的掌印 赫然出现 脸颊渐渐肿了起来 你 你敢打我 啪 又是一道清晰的掌印 出现在目前另一边脸颊 目前的两边脸颊 这一下彻底肿了起来 打的就是你 记住 我是沐家少爷 你是沐家下人 以后在这般骂我 就不是两巴掌的事情了 抛下这句话 沐云转身离开 还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掉毛的凤凰不如鸡 一个小小的管家 都敢骂自己是废物 剑骨头 沐云深深明白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只是这具身体的素质 实在是太差太差了 只是狠狠杀了目前两巴掌 双手旁扶断了一样 传来一阵阵疼痛感 看来 提升实力 迫在眉睫 看到沐云雷厉风行 两巴掌将目前像是扇猛了一样 身后的陆啸天和莫问 心思不同 陆啸天可是一直知道 沐云天性懦弱 向来是逆来顺受 今天 倒像是完完全全换了一个人 以前 他绝对不相信 沐云敢呼目前一个大嘴巴子 只是这一幕落在莫问眼中 却是另一种理解 第八章指昏 莫问毕竟是六星炼丹师 他不难看出 沐云甚至连脆体径一重都算不上 做事如此果断 这沐云 看起来不简单 至少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沐云采懒得知道陆啸天和莫问心中在想什么 两巴掌将目前扇蒙了 扬长而去 要是目前反应过来 真要和他拼命 沐云还真是难以抵挡 此刻 沐家大厅内 十几张座椅之上 座无虚席 上手座坐着两人 其中一人 年约四十 并脚微微发白 眼神犀利 举止谈笑间 风轻云淡 此人正是沐家在北云城分家的组长沐凌晨 另一人 一身黑袍 长发白如雪 是一个身材短小的老头 呵呵 秦老太爷 我家云儿 性格内向 不爱说话 一会宁见了 可不要不满意啊 看住黑袍老者 沐凌晨微微一笑 只是那笑容之中 却是带着一些担忧 老者 正是北云城秦家的老太爷秦始宇 秦家 在北云城也是一大家族 实力雄厚 沐组长玩笑了 沐云那孩子 是内向了一些 可是我家瑶儿 你也知道 这一次 我秦牧两家联姻 主要是为了提醒一些别有用心之人 让王家和雕家 不敢胡来 秦老太爷抿了口茶 目光落在身后的少女身上 少女身材窑窍 孵如宁枝 百里透红 温婉如玉 晶莹剔透 灵活转动的眼眸 会狭得转动 几分调皮 几分淘气 一身淡青色长裙 腰部营一握 眉宇之间 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灵性 只是 少女的脸庞被一面白纱遮住 使人看不清其容貌 义父 听说您找我 正在此刻 一道懒散的声音 在大厅内响起 来人 正是沐云 一身墨色长衫 额头上还沾着粉笔墨 长发竖在脑后 高高怂起 一缕发烧在额前 双手复后 沐云脸上带着不耐烦的表情 走进大殿 看到沐云进来 沐凌晨只感觉眼前一亮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的沐云 看起来与平日里格外不同 原而 这位是秦家老太爷 这位是秦家秦梦瑶 秦小姐看中沐云 沐凌晨脸上流露出一抹笑容 目光直接忽略了秦老太爷 落到一旁的秦梦瑶身上 小丫头身材突凹有致 一双大眼睛 忽闪忽闪 特别灵动 只是脸上蒙住纱 看不到长什么样子 要是漂亮的脸蛋 配上这身材 标准的绝世美人 只是蒙着面纱 恐怕长得不怎么好看 沐云可不想 和自己未来妻子那儿的时候 还要关上灯 那多没情趣 而且 家族的止婚 沐云也很是不爽 义父 您找孩儿来 是这样的 我们沐家准备与秦家联姻 义父给你定了一门好轻视 所以 我拒绝 还未待沐凌晨说完 沐云立刻回绝 整个沐家 也就是沐凌晨对沐云好 这一点 沐云融合记忆 也是知道 那个沐云 对这个义父 很是敬仰 所以 就算是受到欺压 不愿意给义父惹麻烦 他都是忍下来 要不是如此 现在的沐云都懒得搭理 只是 沐凌晨对沐云关怀备至 可是沐家之中 却是极大多数人 都是看沐云不爽 沐云知道 他一旦拒绝 肯定会有一帮人跳出来 指着自己骂骂咧咧 混账 果不其然 沐云话语刚刚落下 一声赤骂 等时间响起 第九章当堂质问 混账 伴随着一道赤骂 一道人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听着声音 沐云不用看就知道是谁 沐家大长老沐风源 沐云知道 这老东西 暗地里没少让自己那一夕的子弟 对之前的沐云下手 轻则辱骂 重则殴打 在沐家这十年内 沐云可以说是从小被欺负到大 所以才变得如此懦弱 沐云 你可知道 秦小姐貌落天仙 配你 那是我们沐家占了大便宜 你是癞蛤蟆吃了天鹅肉 你还不愿意 你知道组长为你这件婚事忙了多久吗 沐风源大声斥责就差点驻沐云的脑袋数落 整个大厅内吐沫星子乱飞 大长老 我又不龙 麻烦您声音小点好吗 翻了翻白眼 沐云怯了一声 道 秦梦瑶秦小姐美貌天仙 我这癞蛤蟆 没吃天鹅肉的命啊 既然秦小姐如此貌美 那就给木狼大哥吧 她可是您最疼爱的孙子 狼才女貌 刚好 您说是不是 哥哥 沐云话语落下 大厅一片寂静 一道笑声却是显得有些刺耳 笑声正是从秦梦瑶嘴中传出 看到众人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 秦梦瑶自知失礼 低下了头 不再作声 而另一边 大长老费都是要欺诈了 以往每一次 在对沐云做出什么决定的时候 最开始 大长老总是会有理有据地吼一顿沐云 把沐云吼的脑子短路 这家伙 也就不敢顶嘴 什么事都答应了下来 今天 沐云居然敢顶嘴了 沐云 在北云城沐家十年 你为家族做过什么贡献 可家族养了你这个飞舞十年 现在 该你报答的时候 你居然反驳 你难道想在沐家做一辈子的饭桶 正在此时 另一道呵斥声 也想了起来 沐家二长老沐风轻 哎呦 感情这么说 沐郎 沐云他们几个 似乎比我吃得还多 那他们是不是比我还饭桶 我可是知道 他们好像也没有对沐家做出什么贡献 你能和他们比 他们将来是我沐家的顶梁柱 是天才 你算什么东西 大长老再次开口 眼神之中带着轻面 今天沐云吃错了药吧 居然敢一而再 再而三地反驳 两位长老互相看了看对方 皆是有些惊诧 妈的 沐云心中此刻已经是彻底路了 前世身为万千大世界的先王 何曾被人逼到这种境地 眼前这两个老不死的 若不是他现在身体飞得掉渣 早就上去一阵狂扁 组长 大长老 二长老 可要为老朽做主啊 二长老这边刚站起来 一道哭哭啼啼的声音在大厅外响起 目前两边脸颊肿起 扑通一声跪了进来 大哭道 老朽刚刚通知沐云少爷来大厅一事 只是稍微吹促了一下 没想到沐云那小畜生 就扇了老朽两个嘴巴子 还请组长 大长老 二长老做主 什么 看到目前脸颊肿起 二长老指着沐云 骂道 好你的沐云 沐管家在我沐家二十多年 忠心耿耿 你居然敢打他 打他 沐云哼道 身为一个仆人 对少爷大吼大骂 左一句贱骨头 又一句废物 难道不该打吗 你闭嘴 二长老怒火冲天 沐云 我看你是反了 殴打家仆 反抗足令 不动家法 看来你是不知道悔改 义父 不论如何 这门轻事 我是不会答应 沐云不再理会大长老 二长老 直接对沐凌晨道 沐凌晨也是有些尴尬 他没想到 今天沐云居然是拒绝得 如此前进力所 第十章教育 秦家小姐 秦梦瑶 生的也算是国色天香 可注定是活不了二十岁 若不然 秦家也不会以这次联姻 来联合沐家 更不会愿意选择沐云 这件事 还变得麻烦起来了 你不答应也要答应 大长老直接走到 沐云面前 一双眼睛瞪得浑圆 大有一言不合 便要出手地打算 怎么 眼睛大了不起啊 想打我 沐云突然转过身 对住大厅外 无所未到 陆院长 有人想要殴打 你北云学院的导师 这件事 你不管一管啊 卧槽 听到这句话 站在大殿外的陆笑天 心中顿时暗骂一句 沐云这小混蛋 自己反抗得要死要活 印记十足 扛不住了 居然把他搬出来了 如果放在以前 陆笑天对这种家族之事 根本离也不理 毕竟 北云学院是帝国学院 就算北云城势力 打得热火朝天 也没人敢得罪 北云学院 可是现在不同了 沐云刚刚可还是 让莫问大师 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个时候 自己要是不站出来 在莫问大师面前 绝对讨不了好 呵呵 木组长 秦组长 久违了 久违了 听到沐云的话 陆笑天从大厅外 走了进来 呵呵笑道 今日不请自来 还望海涵 此刻 莫问并没有开口 只是微微一笑 跟在陆笑天身后 像一个老仆丛一般 陆笑天知道 莫大师不喜欢张扬 而且莫大师来沐家 也只是为了请教木云 像沐家这样的家族 在莫大师眼中 屁都不适 陆笑天也不敢多嘴介绍 陆院长 有请有请 没想到 陆笑天居然真的来了 大长老脸色一变 急忙拱手 将陆笑天 引到自己的位置上 沐凌晨 秦施宇也是站起身来 笑呵呵地打着招呼 陆笑天 可是整个北云学院的院长 北云城内的家族弟子 几乎都是在北云学院 接受教育 学习武技 这也是南云帝国 为了提高国力而设置 所以 北云学院 实际上是属于帝国势力 北云城内 家族势力可能一代兴起 一代落寞 可是北云学院 却是屹立不倒的 而且 陆笑天可是院长 实际上的权力 比他们这些的地方 家族组长 要强大得多 最重要的是 家族弟子 在北云学院求学 对待陆院长 自然要客气 陆院长 没想到您今天会来 真是 让你看到笑话了 大长老歉意一笑 一副拍马屁的样子 顺路 我只是顺路来 沐云导师 毕竟是我学院导师 来看看 也是应该 陆笑天打着麻糊眼 哈哈一笑道 心里却是将沐云 骂了得遍 这小兔崽子 今天要不是 莫问大师在 自己才懒得 管他死活 陆院长 今天您来得正好 沐云这小子 不听家族安排 殴打家仆 您正好教育教育他 大长老 撇了撇沐云 对住陆笑天导 教育 我的天了 沐风源 你个老不死的 就别给我添麻烦了 听到大长老的话 陆笑天心都要跳出来了 不听家族 先琳